不疯呗 不疯呗 怎么样 老师其实我们组就是 在唱上面很 就是很差 差得还远 是 然后之前上课也是 被 其他的老师也一直 在指点我们唱上面的问题 然后因为我们组的 组员也是在跳上面更加好一些 然后在唱上面 就是需要多提升 我其实想跟你说一件事情 就是 位置交换的话 我其实更喜欢我以前 在一个被审视状态的样子 我更希望看到你们 状态是那种更自我一点的 我不清楚 就是在你们 能力等级 不断向上走的时候 有没有某一部分的人角 真的被磨平 希望那个不能被磨平掉 个性被磨平了很难拿回来 对 我之前 我之前 我之前在另外一个节目 我 我很开心的 我超开心的 因为我觉得 就是不管是怎么样 做自己 开心就好 第一次见面是不是 余淑欣就让我很不适应 是不是 对 但我现在看你这样 我觉得挺好的 做自己挺开心的 我特别希望每次来的时候 就气氛就 特别嗨 然后特别轻松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笑笑的那种 就很舒服 就是这里好多 唱Rap的同学很怕你 我 我 人很好的 我人很好的 好不好 不然我老婆不会嫁给我 好不好 我甚至来这个节目 都有一点那种 紧张感 你知道吗 因为 你们的状况 就是真的 会让我有点措手不及的 你知道吗 我也在学着放松 努力肯定还是要努力的 但是 但是心态要好 对 尽力 再加上一个好心态 就OK了 好不好 今天是我 应该是我最后一次 给你们上课吧 对吧 对 是的 所以我今天 话才 比较多一点 再过两天就是 就要 演了 然后我会在下面 盯着你们的 我能做的 能说的 有限 但我已经在 我能说的能做的 里面尽量说了 我想说的 做了我想做的 然后 其实在你们身上 我也 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虽然 他们给我头衔说 我是导师 还是节目的 没有什么 我只是过来跟你们分享 我的经验而已 希望 希望你们有接受到 不管怎么样 重点是你们最后开心就好 好不好 自己这个过程很享受 很开心 玩得开心 最重要的 好不好 那我今天的部分 就到这里了 好 好 好